大家多支持啊 那個他們的小孩 什麼小孩啦 知道一下之後 如果真的怎麼了的話 會有這樣的結果 不是 日前本刊結果現報說 宅男女神鄭若青 和瘋男成輝有打以上 至於戀人滿不滿 就只能靠咱們狗仔哥哥來解答 不過這個故事 要從去年底成輝生日 開始說起啊 當時鄭若青聯合瘋男團圓 為成輝籌備了生日趴 如果要說 這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 除了你媽跟妮可以外 我說第二 應該沒有人敢說第一了 16歲生日快樂 往後每年我們一起過 更送上一輛 又價250萬的保時捷 讓成輝落下男兒淚 天底下有這種事 OK 後面直接回到今年 3月26日下午一點多 成輝的生日 步步緩緩使來 瞎車的竟然是鄭若青 原來鄭若青跟一堆網紅 舉辦二手衣拍賣活動 直到晚晚5點左右 鄭若青又開著這輛保時捷 到捷運站接成輝 後來又在一起回到會場整理衣服 接著兩人和朋友一起回到住處 直到晚上8點多才又再度出門 我來是要去吃麻辣鍋 旅站九族飯堡後 成輝先冒著雨去取車 曾若青和一名男性友人上車後 成輝便開車到附近的新生北路上 自行下車 接著曾若青接手將他的保時捷開回家 其實早在二手衣活動前一天 曾若青就發了現實動態影片 成輝開著保時捷來幫他載衣服 當天他更直接入住南方將 穿著居家服還扶著面膜 成輝一樣的寵物貓也入盡了 顯然兩人的關係進展到相當密切